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我是蘇妍 今天是12月6日 星期一 本集共有7條新聞和分析 今年以來 中共強推的行業間 造成互聯網巨頭紛紛裁員 此外還有其他4種因素的疊加 釀成了一次巨大的失業潮正在湧來 大陸學者分析指出 中共的行政干預加速了經濟崩潰 恆大集團債台高柱 12月3日首筆美元債務違約 隨後政府向恆大派出工作組 級別至少是中管控 因涉嫌跨境賭博 近日中共查抄了澳門賭場大亨周卓華 隨後中共也大動作連抄澳門六大賭廳 最近有媒體爆料 茅台員工均薪高達31萬人民幣 基層員工開寶馬駕兵士乃至奧迪來上班 也早已司空見慣 日前滴滴出行從美股退市 隨後財經界盛傳 阿里將是下一個 國際零售集團加勒福在中國經營慘淡 多家老店更是貼出了結業公告 而另一家跨國零售企業沃爾瑪 近幾年已在大陸先後關閉了近百家門店 感謝您對我們的贊助和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12月1日 據多家媒體報導 國內長視頻龍頭企業 愛奇藝正在裁員 裁員比例在20%至40% 大約3000人要下崗 裁員的大背景是政府整頓娛樂業 視頻數量大減 且題材越來越受限 其實 傳出裁員消息的互聯網企業何止愛奇藝 網友奶茶藥減肥發帖說 字節跳動 某些部門開始找應屆聲談話 估計是先從應屆聲開始優化 滴滴年終獎年後發 高管理10%不合格的直接淘汰 歇程上海總部裁員30% 年終獎2月底發 神州優車已經開始裁員 瓜子年底預計裁員30% 租車 車後等個別部門裁員比例50% 蘇寧北京研發中心裁員 有的部門裁員比例達到70% 新浪閱讀業務線裁員90% 產品 測試 審核等部門連鍋端 馬蜂窩裁員40%且沒有年終獎 唯品會裁員 大部分沒年終獎 去哪從應屆聲下手 花式裁員 不給賠償 一信12月已經開始裁員 萌店是重災區 外包技術被優先砍掉 總體比例25% 今年也沒有年終獎 蔚來汽車發新式調整 延後8天 且已經裁員千人 快手360都傳出裁員消息 比例不詳 字節跳動 兩個月前已經開始裁員 最大比例70% 地產業也普遍裁員 很多比例達一半 一篇題為《一次巨大的失業浪潮正在湧來 中國迎來艱難十年的》 網文這樣寫道 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孫立平日前在一則短視頻中說 一次巨大的失業浪潮正在向我們湧來 構成這次失業浪潮的源頭大體來自五個方面 首先是陷於困境的房地產在大量裁員 其二是外商外資企業紛紛撤離中國 其三是中小企業的不景氣 倒閉潮 其四是教育雙減引發的對於教培行業的整頓 波及千萬人的生計 最後是跨國電商的整頓 比如亞馬遜平台整頓電商秩序 出現批量分店 分號情況 一批中國跨境電商巨頭陷入困境 圍繞可能到來的失業潮 孫立平提到的這五方面 目前的確影響範圍很大 比如房地產方面 單就恆大的倒掉 牽扯上下游合作單位 企業以及員工就數量龐大 數據顯示 恆大資金鏈斷裂牽連8441家企業 恆大目前有14萬員工 317萬相關崗位 這裡面還不包括牽扯其中的128家銀行等金融機構 以及掏空了家底的龐大購房群體和投資者 再如教育雙減引發的教培行業的集體性失業潮 去24日 義務教育階段雙減政策發布 國內教培機構自此一蹶不振 裁員成了各大機構的集體選擇 在疫情爆發前 孫立平就撰文發出擔憂 對於社會來說 這就是社會的基礎 社會的根基 如果老是在這樣的問題上折騰 今天這樣 明天那樣 就等於把一個社會最根本的東西 最基礎的東西動搖了 澳門賭場大亨太陽城集團創辦人周焯華 被外界稱為習米華 竟是應涉嫌跨境賭博 遭警方逮捕 隨後 中共也大動作連抄澳門六大賭廳 據財新網指出 若以市占率來排名 目前澳門博彩中介業共有六大貴賓廳 除了涉案的龍頭 太陽城外 還有安以軒老公 陳榮煉的德進集團 吳佩慈男友紀小波的橫生集團 張志泰旗下的廣東集團 彭月希掌舵的巨星集團 香港知名殼後 朱里月華旗下的黃金集團 而周焯華被捕後 澳門各大貴賓廳集團都轉區低調 甚至關閉部分貴賓廳 並要求涉及中國的股東退股 財新網書裡已公開的起訴書 得知澳門這六大貴賓廳都牽涉在賭博相關的案件中 大多數案件都發生浙江 福建 廣東等經濟發達的省份 而涉案人員大多在2020年下半年遭逮捕 其中與太陽城相關的起訴書多達300宗 大部分同樣涉及開設賭場罪 偷越國境罪 而安以軒老公的德勁集團 涉嫌和中國人合謀在中國境內開設賭場並約定分紅 接著又在中國設立非法賭博網站 總金額高達2.1億人民幣 對於賭聽洗錢手法報導指出 由於中國對資本流出或流入國境有管制 所以賭客是無法攜帶大筆現金出境 這時候 俗稱疊馬仔的賭聽中介人就會為賭客提供籌碼 也就是出碼 而賭客在返回中國後 再以人民幣與中介進行結算 此時 疊馬仔就能利用港幣人民幣匯率的差額賺取非法利潤 有中國國酒之稱的貴州茅台酒 雖然在今年8月與10月出現價格銷量走跌 卻仍是大陸白酒之冠 綜合陸媒報導 茅台集團總會計師劉剛在3日代表茅台集團發布 《茅台集團2020年責任報告》指出 貴州茅台集團2020年員工人數為42281人 相比2019年增加1030人 員工人均薪資較上年增長約12.12% 報告中雖未提及員工均薪 不過 紅星新聞透過數據查詢平台Choice發現 2020年 茅台集團控股的貴州茅台員工均薪高達31萬元人民幣 為大陸19間上市白酒公司中均薪最高者 後三名為盧州老教 水井方 古井貢酒 其均薪依序為29萬元 26萬元與25萬元 雖然消息一出 立刻有網友吐槽 這世上最沒用的數據就是軍心 不過 有員工分享經歷表示 茅台工資都是1萬人民幣加一個月起跳 年中最基本也有8萬元人民幣 這還只是普工而已 因此在茅台廠區看到基層員工開兵室 寶馬和奧迪根本不是新鮮室 更有網友稱 只要親戚在茅台工作 不但覺得光榮 還可以一人養全家 而且找對象也只要找茅台的員工 無怪乎 大陸坊間會流傳斷白領不如釀酒 根據陸媒財經雜誌報導 曾參與過華夏幸福債務重組的業內人士透露 政府向債務危機企業派駐工作組有三種不同的工作方式 一是強管控 事關公司資產 化債的決策都由政府工作組全面接管 代表公司如海航 二是中管控 讓公司管理層正常發揮作用 工作組發揮協調和監督作用 三是若管控 即政府只派少量人手牽頭 大部分工作由外部聘請的專業律師 會計人士完成 該人士認為 此次恆大工作組執行的至少是中管控 因為恆大面臨這麼重的債務 這麼大的保交房任務 政府不可能讓它的管理層作弊上官 此外 要保交樓 也需要恆大管理層的配合支持 一位前恆大運營人士透露 由會計師事務所在今年下半年曾對恆大的資產負債情況進行過統計 結論是資產可以抵債 但廣東省政府對統計結果存疑 已經指派中京再次統計恆大的資產負債情況 一位代理過多起地產行業類似業務的律師認為 政府工作組會出面組織境內投資機構溝通 儘量避免境內債權人集中主張債務提前到期 報導提到 恆大雖然對外宣稱復工復產 但其在珠三角地區不本工地上 還是出現人手不足 工程進展緩慢的現象 另外 也有業主對緩交樓的賠償以及地方政府會公開恆大監管帳戶的進度表示不滿 作為首批進入中國大陸的國際零售集團 據《界面新聞》5日援引報導說 由於經營狀況不佳的原因 今年以來 加勒福陸續關閉了國內眾多的門店 據統計 僅今年前兩個月 加勒福就已關閉了14家門店 1995年 加勒福開設了中國大陸第一家購物廣場 到了2010年 門店數量已達到249家 2019年 加勒福被蘇寧以48億元的價格接手 不過 在蘇寧接手之後 加勒福的經營狀況並未得到有效的改變 此外 美國跨國零售企業沃爾瑪在大陸的首家大賣場 深圳鴻湖沃爾瑪將在12月7日停業 報導說 鴻湖沃爾瑪幣店並非個例 近幾年 沃爾瑪已在大陸先後關閉了近百家大賣場門店 日本規模最大綜合免稅店樂購市大股東易主 新加坡投資基金從中企蘇寧易購取得樂購市的35%股權 蘇寧易購因疫情不堪虧損 脫手大量股權 限制持有樂購市30%股份 樂購市於2009年併入蘇寧集團 透過防日遊客的免稅品銷售業務實現增長 不過因為疫情影響 截至2020年末的財務報告指出 合併最終損益 虧損了166億日元 中國第一大出行企業滴滴出行週五宣布啟動在美股退市的工作 並啟動在香港上市的準備工作 新加坡聯合第一合夥人亞洲研究主管賈斯汀唐說 滴滴將為其他在美國上市的錄起數例先例 尤其是設計數據資料顧慮的公司 整治行動從螞蟻金服IPO叫停開始 中國政府已經表明行動會超過市場的預期 週五阿里巴巴在美股下跌幅度達8.2% 百度下跌7.8% 京東下跌7.7% 教育類的好未來和新東方分別下跌8.8%和9.2% 電商平台拼多多下跌8.2% 手遊bilibili下跌7.1% 直播遊戲平台虎牙下跌12.9% Bluebox資產管理公司創始人威廉德蓋爾說 在我們看來隨著2020年中期開始的整頓行動 所有中國上市的股票甚至是香港的股票都變得不可投資 公司在2020年8月賣掉了唯一的持股 香港上市的騰訊 此後該公司未持有任何中國企業存托憑證 而陸企發行的ADR中 未來汽車下跌12% 一週內累計下跌超過20% 理想汽車下跌16% 週內累計跌幅達到13%左右 被看作是中國王企龍頭的阿里巴巴 自2021年以來 阿里美股及港股均大幅下挫超過47% 港股市值蒸發2.39兆港元 接近腰斬 與港股龍頭騰訊相比 阿里市值僅剩下半個多的騰訊 很多市場觀察人士認為 滴滴不會是唯一一家從美國退市的中國企業 有傳聞稱 阿里巴巴將是下一個 紐約米歇特金融服務公司經理弗洛凱說 幾個月來 我們看到共產黨對企業的控制越來越嚴 德國之聲指出 根據美國政府機構公布5月份的資料 共有248家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 總是值達2.1兆美元 弗洛凱說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可以說不會再有新的中國企業在美IPO 正在籌備中的IPO 會一個接一個的被撤回 決定了 過於是 公正在家中的民族 開店 的挑戰 通常 適合 新的民族 藍 一在這裡 就是